平原枪声 第三二章 八路进城了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沙杖里由击剑而逞英豪 县大队高唱着胜利的凯歌 在全县人民的支援下 在青沙杖期间一连打了许多胜仗 敌人控制根据地的阴谋破产了 深感到兵力分散的苦头 在我军严重打击下 又像王八似的 把刚刚伸出来被剁的残缺不全的爪子缩了回去 把兵力仍集中在肖家镇 吉祥镇 这些交通线上的主要据点 秋收时节到了 敌人各据点都准备了汽车 马车 马带 尾席 四处抢掠 鬼子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 不发给伪军给养 迫使其出来抢掠 对根据地的装甲 有时抢掠不及 便趁和苗干熟之时放火焚烧 凡放火之处 一片焦土 哭声震天 全县军民立即展开保卫秋收的斗争 男女老少一起动员起来 采取灵哥灵达 分晒分藏的方法 让鬼子烧也连不起来 墙也不能全抢走 县大队200多人和各个区队全部投入战斗 可是仍觉得不够实用 各据点的汉奸要出动就一起出动 这时马英很伤脑筋 忽然正静之来了一信 马英看罢 自言自语的拍案叫好 原来信中说 伪军副官王洪健有意反正 他们准备在城内组织一次战斗 扰乱敌人 以配合保卫秋收的斗争 请求马英的指示 他不禁想起杜平模范的执行党的敌尾政策 要不是他坚持把王洪健放回去 也不会有今天 就在这时 小陈家店的王大成来了 说吉祥镇维持会长及官启报告 敌人陈宝毅通八路 鬼子当天就把陈宝毅抓到城里去了 马英听罢 决定立刻到东关去一趟 亲自和郑静之联系一下 一来研究组织城内战斗问题 二来让他们把陈宝毅抢救出来 当夜 马英便带着小董来到侯老葵的魔魔房 侯老葵一见 着急的说 怎么 你自己也来了 我就来不得吗 马英笑着说 太险 怎么 敌人注意你了 没有 那怕什么 马英爽朗的笑道 离敌人越近越保险 你忘记我在城里那些时了 快别说了 侯老葵用手指了指屋顶 都因为你撞了马蜂窝 弄得大家提心吊胆的 老郑前天来的时候还提起这事呢 他说你吃了豹子胆了 马英笑了笑说 他说我吃了豹子胆 我看他倒是吃了狐狸心了 把鬼子捉弄得昏三到四 二人说笑着 来到后院的魔房 侯老葵双手扶着那面柜说 帮帮忙 马英和小董一起端住面柜 用尽抬起一看 下边是一个洞 小董不由高兴地说 这个旅馆不错 知此一家 别无分店 侯老葵补充道 马英和小董跳下去 侯老葵又把面柜移上 因为这洞矮了一点 马英直不起腰来 忙化了跟洋火一照 原来是个六尺宽一丈长的地下室 里边摆着一张桌子 桌上放着一架游印机 张着举 蜡纸还没有取下来 地下散着一些传单 看样子是刚刚有人在这里工作过 他伸手捡起两张纸片一看 一张视线大队战斗捷报 一张是告汉奸家属书 他把他好声叠起来 加在小本子里 想起这些地下同志工作的情景 不禁赞叹道 不容易呀 黎明 马英听到上边有两个人说话 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马上就叫你看见 来 帮帮忙 上边一亮 面柜移开了 扑通一声 郑静之跳下来 二人没有说话 互相对视了一番 似乎都有些惊奇 郑静之还是那样白胖 只是额上添了几道皱纹 马英呢 好像变得比以前高大和结实了 一阵沉默之后 两个人的手便紧紧地握在一起 信收到了吗 我就是为那封信才来的 你看呢 很好 只是王洪剑靠得住吗 苏金荣 杨大王八诡计多端 靠得住 王洪剑和杨大王八的矛盾很尖锐 杨大王八曾布置过肖阳监视他 这一来倒使他们拉上线了 好吧 今夜你把王洪剑叫来 马英忽然想起另一件事 陈宝义叫鬼子捉了 你知道吗 早知道了 案子在小野那里 听说中村还审过一次 不好办 想办法把案子弄到你手里就好了 我尽量办吧 晚上 郑静之把王洪剑领了来 他有些局促不安 眼睛露出惭愧和惊疑的光来 想说什么 可是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马英上前一步 抓住他的双手说 你愿意投诚反正 我们欢迎你 王洪剑一时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回想起当汉奸时那些日子 这时就像一脚踏进自己的家门似的 激动的说 大队长 我本来是个没出息的人 大家这样对待我 实在过意不去 我愿夺敌人一挺机关枪 作为我反正的礼物 你的心意我们已经知道了 以后立功的机会还多 夺一挺机关枪可不是容易的事 马英这话是故意激他的 王洪剑因为大受感动 又急于立功 便说 我王洪剑虽无能耐 可是对付这帮汉奸 还有些办法 接着便把城里兵力布置情况讲了一遍 马英听了很高兴 和郑静之商量了一下 决定打掉敌人的南门楼 接着研究了具体战斗方案 并决定在明天行动 马英当夜便派小董去通知王二虎 把一中队开到城东七里隐隐蔽 并让他带几个机制勇敢的战士 携带手枪立即到东关来 第二天 正是东关逢级 初上的人来来往往十分拥挤 赶牲口的 卖东西的 还有吵架的 嚷成一片 王二虎带着七个战士 化妆成赶集的 一个个担着一担子青菜 腰里插着手枪 便混进了侯老葵的魔魔房 王洪剑早已来了 马英向他们做了介绍 又宣布了战斗计划 最后问王洪剑 你可有枪吗 没有 好 把我的拿去 马英说着就把自己的枪取下来 王洪剑颤抖着双手接过手枪 半赏才说道 大队长 我要不拿下南门楼 我不回来见你 好 祝你们成功 马英和大家一一握了手 便由王洪剑推着自行车 带着他们朝东门走去 王副官 买菜呀 城楼下的汉奸问道 特务长不在 我帮帮忙 王洪剑说罢 穿门而过 王二虎他们紧跟着走进去 又拐过两道处 便到了王洪剑家里 下午 全城突然戒严 鬼子为了防止八路军魂进城来 常常这样进行大搜查 全城的警察 黄邪军一起出动 顿时全城出现了恐怖 紧张的空气 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聚在一起 平住呼吸 等待着灾难突然降临 处上响起了令人心跳的脚步声 口令声 哨子声 有时传来被抓走者的身便声 接着就是几声咒骂或是打人的鞭子声 这时坐在屋里的人便不免互相对望一眼 叹息道 这是抓走谁家的人了 王洪剑正和王二虎他们坐在屋里商量夜间的行动 呼听处上戒了言 大吃一惊 王洪剑说 敌人是不是有目标啊 不管有目标没有 我们的争取主动 不能让敌人堵在屋里 王二虎说着 吃的一声把手枪拔出来 那七个战士也跟着拔出手枪 就在这时 院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王二虎呼的冲了出去 王洪剑想拉也没拉住 王二虎冲到院里却棱住了 眼前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他开始有些惊讶 但立刻又镇静下来 这一来到弄得二虎不知所措 心想 这闺女好胆大呀 这时王洪剑和战士们已经走出来 他一看 认的是荷花 便一手把他拉进来 这是干啥的 荷花激紧地问道 八路军同志 王洪剑忙问 有信吗 有 荷花从一缝里取出个小纸条 这时二虎和战士们又进来了 荷花呆呆地瞅着他们 心想 他们就是和汉奸们不同 比那些汉奸精神多了 王洪剑看罢 便对二虎说 你们就躲在这里 不要动 我到门口招呼一下 二虎接过纸条一看 上面写着两行小字 虎 敌人这次行动 并无目的 千万记住 冷静应付一切 不可盲动 知 二虎这时已经明白了一切 上去拉住荷花的手说 小鬼 你真行 荷花不懂小鬼两个字的意思 正在出神 忽然处上响起一阵脚步声 他抽开手便跑到院里去了 一个警长端着个大肚子 带着两个警察走到王洪剑家的大门口 王洪剑陪着笑说道 查户口吗 请进来吧 两个警察端着枪进了大门 回来 警长喊道 真混蛋 王副官的家还查什么 两个警察赶紧退出来 王洪剑又笑嘻嘻地接着说 还是进来查查好 彼此都放心 这是哪里话 一家人还有什么差错 对不起 胖警长说罢便领着那两个警察进了隔壁的院子 王洪剑案里捏了一把汗 荷花高高兴兴地跑到屋里对二虎说 查户口地走了 二虎赶基地上去握住他的小手 不想握得他尖声地叫了起来 黄昏时分 王洪剑的老婆抱着孩子出了东门 在东门外的破庙前便早有一辆马车等着他 侯老魁帮他上了车便由王大成赶着车往小陈家店去了 马英从王洪剑老婆手里接过一张纸条 知道一切都准备好了 便到七里营带上一中队朝南门外开去 深夜 王二虎和七个战士也都换上伪军军装 由王洪剑领着向南门走去 这时月亮已从处东方挤上爬出来 照着这座小城 灰蒙蒙的 更显得冷森 凄凉 各处尽是一些当兵的口令声 和偶尔从那些高大的门楼里传出几句女人的说笑 大家都紧张地 急促地走着 王洪剑在前面不时地回答着敌人的口令 走到南城边 忽然乘上一个站岗的鹤道 干什么的 叫喊啥 我 来查岗的 王副官呐 城门上锁了吗 早锁好了 我检查一下 要是马马呼呼叫八路进来了可不是完的 王洪剑说着便进了城门洞 拿早已准备好了的钥匙把锁打开 留下一个战士守着 立即带了两个战士上了城墙 王二虎带着四个战士走向卫兵所的门口 城楼上的四个站岗的 分散地站着 王洪剑说今天晚上情况紧急口令改了我来告诉你们 四个站岗的一听有情况都吓得急忙为过来 不要动 三支侠枪逼住他们我们是八路军把枪放下来 四个人乖乖的把枪放下来了 就在这时侦察岗的小队长和一个通讯兵从城墙那边走过来 只听那小队长嚷道 他妈的都挤在一块干什么 我找他们有事 王副官呐 那小队长一句话还没说完 已经有一支枪对住他的胸口 他赶紧把双手举起来 一个战士上去把他和通讯兵的枪一起下了 王洪剑接着轻轻地拍了三下手 王二虎听到信号 知道城楼上站岗的已经被解决了 立即带着三个战士冲进卫兵室 屋里点着个马灯 机关枪架在八仙桌上 小炮蹲在桌子底下 二十几个黄邪军还在呼呼地睡觉 不要动 王二虎上去抱住机关枪喝道 谁动一动 马上叫你们吃炒料豆子 伪军们一个个睁开眼睛 都吓傻了 两个战士上去呼里哗啦 把墙上挂的步枪枪栓都卸了 然后命令道 背上枪 一个跟着一个走 伪军们光着腿 劈着被单 夹着空枪筒子排着队走出来了 这时王洪剑也把城上的俘虏们一起压下来 会合在一起 出了南门 马鹰早带着队伍在南关等着 准备打接应 这时见他们安然地出来了 便高兴地迎上去说 祝你们胜利 机关枪弄来了 王洪剑兴奋地说 王二虎接着道 还有门小炮呢 给他们送个信 马鹰命令道 王二虎端住机关枪嘎嘎地 照空城门就是一梭子 王洪剑接过小炮 轰轰地一连往城里打了三炮 马鹰立即带着队伍离开南关 向城北转移了 这一来 城里乱了营 四城上的伪军瞎打起枪 处上的汉奸也来回乱跑 都吆喝着 八路进城了 八路进城了 有的汉奸已经换上便衣 老百姓们也都从梦中惊醒 站在院里或躲在门后看洞将 刘忠正听的枪响 立刻爬起来披上衣裳 登上皮靴 向城南门卫兵所打起电话 可是只听的电铃响 没有人接 他知道不妙 正在这时 另一架电话响了 护兵把耳机递给刘忠正 红不来的 刘忠正慌忙接过电话 只听中村怒吼道 什么的干活 快快的 快快的 是 是 太君放心 只要有我刘忠正头在 就有县城在 他放下耳机 两步走到院里 翻身跃上马 双腿一夹 皮鞭子一甩 那马便窜出了大门 这时正逢苏金融牵着他的小老婆 跌跌撞撞走来 惊慌失色地说道 八路进城了 请献太爷里边歇着吧 刘忠正冷笑了一声 便打着马朝南走了 他的警卫部队第五中队 扛着三挺机关枪紧跟在后边 走进南大处 一群散兵迎面跑过来 刘忠正大怒 八弟朝天打了一枪 骂道滚回去 我养活你们干什么的 散兵们吓得又往回跑 刘忠正走到城下 一看城门大开 再一看卫兵所 枪和人权没有了 是兵变了呢 还是八路摸进来了 一时弄不清原因 他让五中队留守在这里 便到四城去巡查 天明 老百姓忽然发现满处标语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投诚反正是汉奸的唯一出路 坚持抗日的八路军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顿时 人们有了希望 觉得这苦日月就要熬出来了 都会不游凡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